好,我們又見面了吼 來,我們今天 要上的內容 好,第一個,我看一下是什麼 LOOP 好,再來第二個是 好,功課我們 禮拜六檢討過,所以我們不檢討 你有問題的等助教來,自己再問他 你如果不對,這哪裡不對吼 好,今天我們要教兩個 第一個 禮拜六我們教的回圈 好,那我今天要講的回圈還有拿幾種 不同的回圈的結構 今天的課也很重要哦,有點難哦 如果你會的話,表示 就是 不只是西語言,其他的層次語言 其實最重要的 幾個地方 都被你學會了 剩下就是檔案的輸入跟輸出啦 輸入輸出 跟這裡比較 沒有那麼的困難 所以今天的課吼,你 今天的課我會盡量留多一點時間 讓你寫一下Homework 如果你的Homework 或者是今天的課程內容 全部都記起來的話 保證 你以後學別的城市語言 或是之後的課程 你就不會那麼的 這麼的迷糊了哦 不會那麼的模糊了 好,第二個 好,有同學有 沒有訊息,好 第二個 這邊吼,有幾種 回圈的結構 你要配合布林子哦 什麼叫這個Bulling 大家以前 在學數學應該有學過這個邏輯嗎 是真還是假嗎 這邊講吼 你可能不知道第二點是什麼 等下我們示範 各位就知道 以前其實 各位數學上都有遇過 好,看這邊是不是不需要這個OneNote File 好,還是需要吼 再講一個故事 好,這個Hello World 是很重要的一個城市哦 如果同學還不知道什麼是Compiler 什麼是Link 或是怎麼製造出一個執行檔 你這Hello World 還有機會 如果你這Hello World都弄不出來後面 的課 保證你覺得沒有什麼意義也聽不太懂 好,接下來我們要第二個城市哦 就是為了講 其他幾個loop的形式 好,這邊有一個原子習慣 前幾年吼 甚至 甚至今年我逛一些書局哦 還發現有這個原子習慣是暢銷書哦 什麼叫原子習慣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經驗 你買了 一本 背單字的英文 英文書 好,你立下自願 一天要背一個 好,突然 一天背五個好 你雄心壯志 一天背五個 然後 某一天你覺得 麥克風 哎,好 哦,好 謝謝你的 謝謝助教提醒哦 哎,剛剛 哎,剛剛有開了,突然會關掉 好 原子習慣 好,我剛剛講到 你一天背五個單字 那你覺得 你有一天突然附和不了了 說今天很累哦 那我 我後天再背十個單字好 好,也許啦 你後天真的背了十個單字 好,過了一天 好,又太累 隔天再背十個單字 啊,結果十個單字附和不了 就覺得 大後天背十五個單字好 好,那有一天 啊,有一天你就垮掉了 這個習慣 從此再也不碰 好,所以這個原子習慣的意思就是 告訴你 也許你規定自己兩天背一個單字就好了 然後持續不斷的 進行你這個兩天一次的活動 你會 堅持的非常久 這就叫原子習慣 那通常這個原子習慣看似 非常的 非常的少 讓你進步的非常少 但是經過人家的 歸納跟統計 這種習慣才是真正最後你成功的習慣 好,那 上個禮拜是921地震嘛 921地震各位還沒出生 921地震發生在深夜 那時候我在念博士班吧 啊晚上工作很晚 回來 看電視 那一陣子最 電視最紅的就是播一些韓國真實經歷的鬼故事 看到一半突然天旋地轉 還以為我遇上了不乾淨的事情 原來是一個大地震 啊這位老師 他是爽文國中的老師吧 那時候 當然也有拍電影 各位自己去了解這位老師啊 我不講太多 啊有人從表面上看到電影去認識這位老師 啊那我有 大學的學長 在 這個國中當老師 他觀察到的 這位老師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這裡我就不講 啊不過他提出來的每天 每天進步 1% 你會發現哦這個看起來 非常沒有感覺的進步 往往都是可以讓你一個習慣堅持非常久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一個進步的量哦 好 我們就用這個故事 來 說明我們剛剛講的今天的內容 什麼叫Bulling 什麼叫做If跟Else 什麼叫做這個Loop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結構 好 或者是我先請各位同學想一下哦 你有沒有辦法寫一個程式 利用Homework 然後 我們這門課是18周嘛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辦法 每一周進步 1% 經過18周之後 你進步多少 把他給算出來 有沒有辦法 來 我們 停3分鐘 你把 上個禮拜的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存起來 存成myimprovement hello world 你自己寫的hello world 然後上次我們有示範嗎 你可以做了 16次嘛 那我們這邊如果改18 好 你可不可以算出來你每一周 上完這門課進步1% 雖然很少 堅持了18周之後 你進步多少 我們先停5分鐘 我們先停5分鐘 你針對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嘗試一下固定回圈數 來做一個很很簡單的數學計算 你先自己想一下 挑戰一下 挑戰一下 你這邊還牽涉到一個浮點數的 選稿 浮點數 我們之前講到一個整數的宣告 現在這邊要跟各位講 你要使用到一個東西 他不是整數 他是浮點數 那你就要這樣去宣告他 浮點數 我坐在這裡 就那麼一點 我還是要這樣 我會想過 我們看看 你不 residence 就在這裡 有趣 是 大方 寂寞 你 你 有趣 是不是 也有不政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后面我们的课程有非常多需要回圈的都是以这种形式来进行的哦 如果你以后 常常写程式来解决你的研究 你念硕士班博士班或者是大学专题的题目 你会发觉这样的结构 会出现非常多次哦 不相信到时候你遇到的时候你再回想 我说的这句话 这种 需要用回圈去操纵一个数字的 程式结构 就像现在我们举的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的程式结构都是非常相像的 所以你今天 学了这门课 这个礼拜的这一堂课 等于为了你以后的研究生的课 进步了非常 非常非常大的一步哦 好来我来讲解哦 大家看一下第六 第六行 第六行是一个 基准数 所谓基准数就是我们想要去针对现在 的程度过了 18周之后 我们会变得多好吗对不对 所以你要设一个基准数 那我们当然习惯 现在的状态设为1 对不对 好那根据 我们设定的题目哦 是不是经过一个礼拜 我会进步1% 1%应该是这样写啊 是不是 1.01 吧 好 如果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非常的复杂 你不知道回圈要怎么写 那就怎样做苦工啊 什么叫做苦工 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写一个复杂程式 但是常常会 会用到的方式啊 你如果有一个问题稍微复杂一点点 也好也请你自己打一下好了 等各位 自己打一下 好这快捷键哦 Ctrl加L 是纵向操作 各位写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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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 Shoot 好 shift 加 alt 是縱向操作 你可以看先按一下 先幫你滑鼠移到你想要縱向操作的地方 按一下 alt 再按下 shift 你就可以縱向操作 縱向操作啦 你就不用一行一行去 stand 喔 這個助解洋 你可以先不打啊 你上課 先聽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操作 好 好 感谢观看 下面我没有告诉你要 右大挂号想必你一定会加右大挂号吗 请不吝点赞 我們先不講解你執行你你把他變成執行檔一下 好,我都偷懶哦,我不指定檔名哦 上課,方便,my improvement 我直接兩個步驟一起操作啦 A.LUT 來,各位看一下我這邊為了顯示方面空了兩行嗎 這個之前各位也學過了嗎?有沒有 你想空一行就空一行啊 那你有時候為了更清楚想要空兩行 那你就打兩個N就好啦 這個東西沒有學問哦 因為發展西語言的人就是這樣來控制輸出的格式 你只能按照他規定的方式來調整你輸出的格式 這邊你只能記起來啦 沒有辦法去推 推估他當初為什麽要用這個符號來代表換行 啊這個N當然是New Line啦 新的一行啦 可是為什麽要用斜線這個 我們就不需要去探討了 因為他 在這個.h檔裡面就是 就是在調整這樣的格式啦 好再來上次我們講到這個百分比再加上一個D 是輸出整數 那今天浮點數的話就是小數點後面還有數字 就要改成F啦 這邊用D也是好像也是可以吧 他就幫你強迫刪除哦 應該是強迫刪除吧 你試看看 比如說我這邊把它變成D好了 是會強迫幫你刪除變成整數 應該是這樣子 好像也不是 就弄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格式不對 對 那你還是乖乖的 動成F吧 好 同學有沒有變異上的問題 自從上個禮拜 還有 上個禮拜一跟禮拜六 各位應該進步了非常多吧 至少知道什麼是執行檔 然後 還學會了一個簡單的回圈 好來編譯有沒有問題 啊有問題的請舉手 沒問題我們就繼續哦 好啦你覺得 18週 你還是不知道這個方程式要怎麼寫好 當然這邊你也可以寫成怎樣 看你喜歡怎樣啊 反正他這個操作只這樣子寫也是相成的意思啊 好一樣的答案哦 看你喜歡怎麼寫 你喜歡少打幾行 就少打幾行 看你自己的風格吧 啊 我是習慣直接這樣寫啦 好 我是習慣這樣寫 看你自己啦 反正一個語言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邏輯跟說話方式 看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好上過這門課的同學應該都有記住哦 這個等號不再是各位以前 學的等號哦 有沒有記到頭腦裡 這邊的等號不是各位在國中高中學的 數學物理化學裡面的等號啊 這邊代表 等號 等號右邊的東西 處理完之後 丟到等號左邊的變數裡面去 所以你不能把它想像成是一個等號 好接下來 我們還是不知道他的規則好不好 那我們就再做苦工一次啦 做苦工就是把同樣 你覺得應該摳的程式碼再摳一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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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天之後 好 有沒有 我還不知道規則 反正我就是 就是怎樣 反正 總有一天知道規則嗎 他就再弄一次啦 好我這邊輸出 讓他控一格就好 好 大家有沒有觀察出他的規則了 第二次是不是要用你已經改完的 這個IMP 然後再對這個IMP 再乘上一次 你要進步的一個 一個進步的常數 這個也是1.01嘛對不對 就得到了 第二個禮拜之後 我們這邊是禮拜 好 阿我觀察出規則囉 那我就要開始寫啦 好 好 同學自己寫一下吧 第18 好每次加1 那我這邊就打 WEEK 好 前面當然就要mark掉啦 這前面是你自己 還不知道回券要怎麼寫的時候 做股工 慢慢把它寫出來了 好 現在你知道了 是不是這樣寫 根據你剛剛的規則哦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方程式 比如說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東西乘上1.01 這個IMP就變成1.01啦 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這IMP要從1.01開始 乘上 這個常數哦 好接下來 我編譯給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 就可以把18週 你可以進步多少 快要變成1.02 這麼好了 好 這邊很簡單 但是很重要 所以我要留時間給各位自己 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馬上提問 然後你自己想一想 為什麼 剛剛做完苦工之後 你知道要把你本來要寫這樣寫18遍的 變成用回圈就可以達到了 好 我剛才有說過哦 這樣的程式結構 你以後做專題或是研究生 我覺得遇到的機會應該是百分之百 你如果用程式來解決你的問題 沒有用到回圈 表示什麼 表示 你應該不需要用程式來解決你的問題 好 我們這邊慢一點 請同學們 全部把它 執行成功 好 謝謝 只要不需要用程式去打擊 你還是要不要拚用 我沒有拚用 ame 你應該會不會 你應該會不會 你不要拚用 有機會 我沒有拚用 你把它拚用 他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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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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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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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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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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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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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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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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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